Hello 大家好 我是CC 欢迎观看这期视频 今天我们给皮卡RAM1500安装拖车刹车控制器 integrated trailer brake controller 就是这个小东西 其实作为一辆皮卡来说 应该是有这个东西 因为皮卡多数都是要用来拖车的 但是在现在的1500里面 如果不单独选配的话 这个控制器是不包含在里面的 你需要加钱买这个配置 才可以有一个trailer brake controller 实际上它里面会多一个最核心的控制器本身 这是一个continental的IITBM integrated trailer brake module 而这个是一个旋钮 driver可以自己去手动的控制 需要给拖车施加多大的制动力 而我们这辆皮卡的话 之后可能需要用来拖86 拖房车之类的 所以这个还是必须要有的 今天我们就来安装一下 主要是有两部分 一个是control panel里面需要加一个 把原来预留的开掉 换上一个新的大致控制器 之后这个panel的后面要安装一个真正的模块 在买这个套件的时候也包含了一个bracket 要把bracket固定在这个里面 再把module放在上面 把一些预留的harness接上 这个步骤就完成了 OK 我们今天先来安装第一步 如何把trailer breaker的旋钮给装上去 在中控的上面 先把这个拿下来 顶端会有两个螺丝 把两个螺丝取下来之后 理论上就可以把整个的panel给拆下来了 应该只要用点力气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把这个中控给拽出来 实际上就是一些clips卡扣在后面 我们就稍微小心一点的往外拽 OK 这个后面的话就是一些cable 一些harness 我们一个一个把这些全拔下来 就可以把装控拿出来 再拆掉里面的按钮了 我们要记得这些harness是安装在什么位置 我们一会拍张照 现在已经把后面的这些harness拆的差不多了 我们只要可以有地方把这一块拆下来 现在就可以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 因为为了接我们新装的controller 要有一个harness插在上面 我们在现在这个位置可以看见 它里面预留了一个接口 现在是缠起来的 如果你选配controller的话 就会帮你把这个接上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把这个布给打开来 一会把harness接上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下一步就是 把下面这一排拆掉 把新的装进去 这里的话需要用一个平头螺丝刀 上面有两个这个clip 然后下面有两个clip 用螺丝刀往外顶开来之后 用力往下压 整个这个panel就会下来 结果刚才已经把这个拆下来了 就拆了之后原厂的话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要好把这一块给下掉 也是用一字螺丝刀把这两个clip给顶下来之后 整个这一个 这个parts就拿下来了 接下来就是把新的controller 这个装回去 我们现在就已经把调节刹车力度的开关装上去了 所以接下来就作为这些复原 这边开关的话需要两个六角的螺丝 所以需要一个六角的bit把这个装回去 by the way我十分推荐这个impact driver 在拧螺丝的时候非常非常有用 如果你做木工活或者 车子上相关或者房子 需要做一些小的工程的话 这个driver非常有用 和普通的drill是不一样的 之后如果有机会了我可以再详细说一下 ok 我们下一步把这个预留的 ok 就是这个 这个是插在我们新装的开关上面 这边资本上就完成了 之后我说的这个itbm的module 是需要通过打开下面这个panel 装在类似于这个的位置 在这个后面 所以我们第二步再安装这个 现在可以把这块先复原 这不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cable harness都装进去 最难装的是这个12伏的开关 这个harness比一般的要复杂 后面这些cable基本上 确保没有什么漏掉的cable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装回去了 最后再把上面的两个 把这个螺丝装进去 ok 第一步就算完成了 我们已经把这个装好了 今天最后一步就是 点火试一下中控有没有受影响 这个的function我们现在肯定是不能verify的 因为是其他tbm还没装进去 但是如果后面的harness节奏是正确的话 原本的功能肯定是不会受影响的 所以我们现在点火试一下看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没问题 算是这部分算是暂时成功了 ok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间 д NEW 我答 Damon